各位同学,我们这个交货完订单 好,订定完成以后呢 我们要去做出货文件的动作 那出货文件的动作最主要是在BL01N 那BL01N主要是在我们的后勤系统的销售与配销 销售与配销底下的出货与运输的这里地方 那我们在出货与运输底下呢 有一个叫单一的这个销货的交向 我们有一个销货的销向的交货 那我们主要是要建立一个销向交货 那我们就是属于单一的文件 要建立一个单一文件 那单一文件底下呢 有一个就是含销售订单参考 就说这是有根据订单来参考的 我们就点这个就可以了 或是你下次打BL01N 那出货点的部分 各位同学们就可以打我们之前的这个工厂 工厂的代号 事实上你们如果怕打错最少用选的啦 但是我的这个东西怪怪的 有时候才会当 那你的订单如果有好几项 12345你只要输部分的 你只要输部分的也可以 从哪里到哪里 那我们现在订单只有一项 所以这个都不用输 只要都不用输 所以呢很简单 我们要让它产生这个交货的 交货的 肖像的交货 一切都没问题 我们先按这个东西检查看看 有没有问题 我们按Enter键这个绿色的按钮 它会帮我们做检查 好这时候呢 呃 这时候我们的收货人这些 这些都在这个地方 都是在这些地方 那各位 呃 这些都是我们所交货的数量啊 呃 我们的这个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如果同学这个就是这个订单 要不要批次分割 都是可以在这里的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 呃 我们可以直接按这个过账 按这个就代表它帮你产生 这个正式的一个 呃 销货交货的项目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对客户交货 18000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你的号码 那你们如果怕忘的最好 都把它记起来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忘了 而且你们本身要做ERB总结报告 也是要做这画面的 好 这个就没什么问题 好 到这个总结画面 完以后呢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出货交货的项目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出来我们可以用VL03N 好 好 你可以打VL03N 好就可以 做显示的东西 那这是刚刚的交货的项目 好我们按立设键 哦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交货单 把这个 这个 这个出货单 好 这些 对客户交货的这个文件 好 把它弄出来 那这包括要减货 装载啦 传输运输啦 好 这些都是 不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状态的这个 盖光的部分 状态盖光的部分 就是说 这个减货 我们那些些都散了掉 哦 这里写A 是代表说 没有做啦 然后 舱管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 状态盖光 有些些啊 可以参考看看 那里面也可以看它的 物料的库存的 移动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 交货的数量是100 所以只要交货过去以后 这100 100的库存就真的会扣掉 那 呃 我们 一旦 一旦跳出来以后呢 呃 呃 各位看一下这个 呃 VA03 是把这个 订单找出来 那我们订单 刚刚的订单是 这个 70000 70000 哦 如果忘了 客户 买方 17000 哦 那你搜寻一下 你的这个订单 哦 我们是这个订单 号码 哦 哦 如果我们忘了 订单号码 我们可以把它叫出来 哦 我们快按两次 哦 那这个订单 有的这个订单 订单有一些细项 哦 各位 我们可以按F5 哦 就可以看这个文件的流程 哦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 诶 标准订单已经转成对客户的交货单了 哦 这个已经是完成了 哦 所以如果你要再做一次订单 转成交货单 这就不能做了 因为已经完成了 懂吗 所以你 都要到这里 只能被对客户交货 哦 那对客户交货就是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呢 再好好来谈这些事情 哦